场上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的功夫全身季的比赛 同方运动员韩国军 保力高搏击俱乐部 南方运动员李宇航 北京体育大学第一局比赛开始 双方的身材区别比较明显 一个是粗壮型的 一个是瘦高型的 对 南方运动员比较高 比较瘦 红方运动员比较矮 但是身材比较粗 好 进入地面计 南方运动员紧紧紧地固住对方的胳膊和头 场上还停 然后双方运动员进入战力计 185公分篮脚运动员参加的是70公斤级的比赛 所以真是瘦的一位选手 比较瘦 对 才140斤 1米85 我都140多了 我才1米76 这个红方运动员的打击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蓝方要积极地进行全法的攻防 到地面以后蓝方不占优势 因为对方的块头包括技术类型 看来要比蓝方运动员 红方要比蓝方要壮一些 又是放倒在地面 放在地面 好 这是想要去弄对方的手 在手上做文章看看 有没有裸脚的机会 这是一个类似有点水盲脚 对 这个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看看篮脚会不会拍电 这个不到位 还是有点不到位 这是一个打思索 没有到位 差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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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还有断头的机会 断头 断头 有断头 有断头 坏了 坏了 蓝方 好 20秒 差一点 还好 李宥航他是把自己的腰部跨给挺起来了 对 挺起来 否则的话就麻烦了 没错没错 这个背衣塌下去就坏了 南方运动员还是比较顽强的 刚才呢 在对方的强力的攻势下 没有居服 然后呢 成功的摆脱到场财喊停 南方现在应该是注意了 就是不要和对方打地面 就是展现自己的腿长 全长的和对方保持距离 好 第一局比赛时间到 好 第一局比赛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 好 双方也进入了对面 来 蓝方呢 这个紧紧的锁住对方 空方的一条腿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策略 这是半封闭式防守 这个进攻没有效 场才喊停 双方呢进入战力姿势 现在经过了这个伯克森 两年多的这功夫全能器 训练营的训练之后 我觉得咱们学生的这个地面战的 防守能力加强了不少 强了很多 强了很多 这个在十点中间不断地锻炼 参加过几次大赛以后 他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 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对 又是被拖入到地面 拖到地面 好 红方运动员 这个用锡进攻对方的 好 现在 现在 刚才呢 逐渐地对红方越来越有力 时间很长 场才喊停 双方呢又进入战力 这个蓝方运动员啊 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 进入封闭式防守 还是估助对方的颈 不让对方有攻击距离 对 这个防守呢明显呢是有效的 好 这边想过腿进入其成位 看看能不能过腿 看看要把这一条腿抽出来 现在蓝角是半封闭式防守 夹住对方的一条腿 够呛 因为对方 撑的还是比较紫 说明那个蓝方的防守还是有效 对 把对方的腿给缠住了 对 而且呢用前脚给别住 让对方抽不出来 这个双方的身高啊 确实是悬出是比较大的 对 不得不得不得了 噓ótótl 走 如果你有 exceed 找一个优势 找一个优势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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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吸烈 来 去了 又是要爆摔 侧胜位的这个爆摔 好 第二局比赛时间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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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